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法略有一点点研究 那么我下面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看如何来理解基本法 我们这次想看一下我们经常说两地的许多理解的风气 是一个大陆法和普通法的风气 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 或者说如何理解这样一种风气 那么我想大陆会讲这样几个内容 我在讲的过程中我讲的慢一点 因为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 好在呢有这个PPT 讲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 或者说有不同意的 我们随时可以举手 我们可以去讨论 我觉得大家都是学法律的 所以呢我想许多背景呢 都是共同风下的 那么我首先想讲第一个呢 是普通法对中国的挑战 那么一定是理解普通法对中国的挑战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呢是说我们如何理解大陆法和普通法 我们说香港是普通法地区 内地是大陆法地区 我们如何理解它 那么我的理解是说大陆法和普通法 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对法律思考的不同模式 是一个思维法式 不是一个法律条文 那么第三个我们说 如果从大陆法思维和普通法思维来看的话 一部基本法 从它的证明到它的解释 一直到目前存在的风起 哪些属于大陆法的思维 哪些属于普通法的思维 那么好最后我会有点简单的结论 我想在座的大家可能熟悉 其实这样有这位何美怀教授 我看到这里边的学员名单 就有两个贝克·麦克森的成员 那么下面这个律师行呢 我想又给U 但是这儿U的英文名字 我不能辨别他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何美怀从1988年开始呢 他就一直在小二岗大学法学教授 但是最重要的 从2002年开始 他就到了清华大学 他不要教职 也不要报仇 他就是义务到清华大学来讲一门课 甚至讲了几门课 讲普通法课证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位受了很好的一个教育 我们在小二岗在国外职业律师很多年 又同事到教育 而且晚年绝不实践法在清华呢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为什么写到2011年呢 就是他在2011年去世了 我想可能在座大家知道他的故事 他去世之前是他去学生上课 在课堂学生找不到他 到了他的法界以后他就去世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事 我们在所有内地的法律界 可能大人都知道这个何美华 那么我们看何美华除了做这些 你看他写了好多的著作 从80年代开始他就大量讲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著作 保险合同法制翻译的 那么写了狭港担保法 狭港代理法 这些都是很专业的法律 他在80年代90年代 就把最新的杀业的法律带到内地 那么但是我认为他最重要的 他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事 这样两本行进出版的书 一个叫离下的转业法律教育 他脑子里边想的最理想的一个 转业法律教育是什么 这是一本书 那么最重要还是这本书 《党儿代中国的普通话教育》 这本书里面代表他对普通话教育 在中国的一些寂寞的看 我们看一下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 如果在座的大家有兴趣 我建议去买 何美华教授的这本书来讲 这本书的第一章他就讲 为什么要在中国内地的法学里面 推广一个普通话的教育 所以他的标题就叫 《缺球化在中国法学院教授普通话的一个理由》 那么这篇文章呢写的很长 很好的一个学识的一个article 但是呢我把最主要的内容摘入楼下 他说其实呢 什么叫法律的《缺球化》就是美国化 欧洲的大陆法 已经完全要开始美国化 换句话说 全世界范围内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要采取美国的法律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法律化 法律《缺球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所以最重要的是说 他从哪儿入手呢 不是从法律制定的规则 他是从法律服务 我想在座大家 你们从你们自身的经验看看 他说的对不对 他说去美国的律所 就是law firm 已经征服了这个全世界 因此最重要的不是淫美法 他认为淫美法这个说法是错的 只有美国法而不是淫美法 征服社会是美国的form 而不是英国的form 所以这位这样的 他说其实 英国的律所也都被美国化了 大家要注意 我们经常说 common law tradition的时候 说它是英国和美国 但是我们要注意 在何美化这里边 在后边我还要讲到 那些学者里边 世界上英国法跟美国法 是两回事情 都是common law 但是不一样 我后面还会要讲到 那么这样的话他会说 与此同时我们就会看到 所以外国的律师 直接和间接的都会受到 美国法学法律教育的影响 那么最重要的是 外国法律教育体系 本身已经开始美国化了 比如说加拿大 他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他讲的好多 那么我们看 他说法国的律师 也已经被淘空了 换句话说 没有我们知道 至少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最不明的法国律事务所 我想可能下瓜也不多接 这是为什么呢 是由于美国的法律人 彻底攻破了法国的教育体系 那么德国的法学院呢 也难以逃脱他的同一命运 换句话说 因为他的理书里 讲的最极端的例子是说 今天德国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 professor最重要的是 要跑到美国的法学院里边 拿一个LLMGIP 要去美国化 换句话说 这次德国的学者 自度的讲美国法学 概念融入到他们的穿途之中 那么与此同时 他就会最后一个结局说 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 以及美国律所所省差的手臂 所以美国式的法律教育 和美国式的法律的做法 传播到全世界 那么正因为这样 他认为中国大陆最大的挑战 还不是美国法律的挑战 而是美国律师事务所的挑战 而美国律师事务所的挑战 在后面是什么 是美国法律教育的挑战 那么我们看他的思维模式 是这样 而不是说我们照学个法律 把美国的法律拿过来 没有用 最多是法律教育 然后律所 那么这样呢 我们看是说 从我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看 而这个独特的角度呢 也验证了我自己 对经验上的一点简单的观察 比如说我们北京大学法学 最好的学生 警察是要到美国去留学 留学了以后 读了学位以后 然后做律师 或者纽约 或者香港 或者北京 或者上海 我们看中国的公司 有那么多公司 在香港来上市 到美国去上市 但是你会发现 所有这些大的公司的 上市背后的法律服务 情依色 基本都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我不太了解下港的情况 我至少 我也经常听说到 下港本地的律师事务所呢 从90年代以来 受到了美国律所 根本的一个改变 这样呢 我自己觉得是说 实际上在 律师事务所的背后 是一个法律教育 我们看到这就是我认为 赫满怀提出来一个 普通法对中国的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再这样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背景法 更大一点来看 是说我们说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法律职业的 滞后直接形成一个干部 我们看这次最新的 大家可能熟悉左边的这张图 是最近的积极学人 刹的一片文章 一片文章根据它的最乐观的估算 到2018年这条红线的这条时候 它就认为中国的积极体走量 会超过美国 这是它的一个测算的这样一个 它这个红线呢 代表着中国的刹射的速度 那么它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 那么如果我们究竟是否能够超过美国 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我们会看到中国的经济在持续的增长 但是一个问题在于说 在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背后 中国的法律职业和法律服务 是不是和它的经济增长同比例 我认为这个 从我们的经验中看得出来 中国律事事务所的扩张 和中国法律职业的扩张 不是这个样子 我刚才说了 其实大规模经济增长 它背后的法律服务都是美国的律事务所提供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会看到是说 在这样中国公司海外法律服务里边 实际上大规模的都是美国的律所 香港的律所很少 中国某土的律所也很少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理由 第二个我们会看到 我们今天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中央业学部要上海未来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上海和香港直接可能存在一个竞争关系 我记得我在大约两三年前我记不清楚了 我专门就这个问题和曾银缺特首有过一个讨论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对话法 才后来是出版了的 然后我到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曾银缺先生很肯定的告诉我 他说香港根本不用担心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 理由是什么 理由香港是一个普通法地区 而上海是一个大陆法地区 他认为在全球的范围内 金融中心的兴起一定背后是一个普通法 所以他认为不用太耐心上海 所以我们会看到是说 这恰恰是说普通法对全球法律服务挑战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再通过我们最近 如果从这个一上讲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最高法院在关心什么 中国的法律职业律师在关心什么 可能关心的并不是律师职业的全球化的扩张 或者应对全球化 而是关心怎么样下船头要搞那个民事条件 那么为什么这么的讲呢 我们说其实法律职业背后有更重要的东西 The rule of law 可能是这样一个概念和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最近看到这次Fukuyama的这一本最新的书 在这一本Fukuyama可能大家知道 是美国的一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然后他写过《历史的中间》这样一本书 预测了以后的全球格局 这本最新的书里边他会讲 把现代国家界势里边最最重要的三个 看作是一个state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还有什么责任指的政府 他认为这次Fukuyama是最重要的 那么其中有一项去讲 rule of law 那么在这里边大规模的讲了中国 他认为中国做的最好的state building 国家界势做得很好 那么法治次子 然后下面这个可能指标更低一点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是因为说 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未来中国的法律职业和普通法的挑战 直接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紧张 那么这样一个紧张呢 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来理解这个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普通法对大陆法的挑战 如何看美国为首的律所对全球法律秩序的挑战 因为这背后我认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 两种不同的传统 那么我下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可能讲的有点略为学术化一些 如果大家在法学里边如果法律教育里边 如果你们学过Legal Theory这些东西呢 法律私下史可能法律制度史的话 可能并不太难理解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那我们首先看我们说的Civil Law Tradition 说的这个大陆法传统 这个概念从哪开始 实际上大家一开始讲到就是罗马法 那么问题是什么是罗马法 我们注意我要告诉大家是在19世纪 德国有一个法学家就是这个 三明年这样一个历史法学家 那么在他的部作里边呢 他认为当我们讲罗马法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两种罗马法 大家一定要去一波这个有两种罗马法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德国在19世纪在制定它的名法典的时候 Civil Law Code的时候 制定名法典的时候 就讨论过他们要不要学习罗马法 对吧就是这个这个罗马法 那么他认为有两种罗马法 一种罗马法就是从罗马的共和国 在下罗马帝国的发展过程中 所形成的一种生机勃勃的 在世界中用心的罗马法 其中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议程 民法就是这个市民法 然后万民法和自然法 但是在这些法律形式里边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种裁判官法 是说罗马派到各个行省的裁判官 在世界中形成的法律 他认为这才是活生生的罗马法 和他的法律实践 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罗马法 这是第一种 但是还有我们说的第二种罗马法 第二种罗马法是什么 就是在罗马帝国开始衰落之后 罗马的帝国开始对他们过去的传统 进行归纳 俗理 总结 然后形成的罗马法 而这部佛罗马马法 我们可以特指为一个理论化 系统化和文本化的罗马法 这就是我们叫做 优式丁尼安法典 这是一个拉丁文 优式丁尼安 为什么这么叫呢 因为他那个华帝的名字 就叫优式丁尼安 是在他手里边主持细托的 来别转这个罗马法 那么我们看 后来整个欧洲所谓大陆法的发展 罗马法的发展 实际上也的并不是第一种罗马法的道路 而是走了第二条罗马法的道路 我们往下面看就会知道了 大约在十二世纪的时候 在欧洲出现了一个罗马法的复兴流动 我们这里边有本英文书和著名叫做 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 我们知道十一世纪 开始的文艺复兴指的是文学和艺术 而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 就叫做罗马法的复兴 而这罗马法复兴的用度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在大学里边 开始讲授罗马法 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一所大学 就是现在大学 就是意大利的波罗那大学 而波罗那大学里边 有的学科 有的医学 有社经解释 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法学 就有法律教育 那我们看波罗那大学 法学里边教授的法律是什么呢 就讲授罗马法 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候 他讲授的罗马法 已经和欧洲的现实生活 没有任何关系 他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第二种罗马法 就是《优势丁连法典》 编载车的文本 而这样的时候 实际上是说 在这时候 罗马法的注释 已经变成一门科学 就像科学 所以我们终于有一本 这个美国的学者历史 学者的书 《法律与革命》 这本书里边 很细图的阐释了 现代法律的兴起 你看副标题就是 批发法律传统的新称 而它的新称 就是一位 罗马法的复兴 而罗马法的复兴 就是在罗马法 在大学里边 讲授一门 独立的学科 法律变成一门科学 那么这样看 从12世纪往后 一直到尤其14到18世纪 在罗马法复兴这个传统 就会形成一个 法律科学之内 半句话说 法律是一门科学 尤其受到 牛顿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影响 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影响 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 我们认为 法律是一门科学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法律作为一门科学 最经典的表述 就是我们在拿破罗名法典 就是在法国名法典里边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说 这就意味着我们知道 拿破罗说了一句话 他一定要让他的名法典 成为 仍守一策的一本圣经 他认为每一个法国国民 拿两本书 一本圣经 拜托一本就是他的 这个名法典 那么实际意味着什么 是说这个名法典 和德国的法国导师的 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一套理性的科学 它是从书本上朝过来的 它从罗马法里边 直接朝过来 英语过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法律是一门科学 我们记住是说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在全世界范围可以使用的 如果说法律是一门科学 这就意味着 法律可以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 换句话说 这个法律和你的日常生活 没有关系 这就是整个大陆法传统的这样一个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到了19世纪 就是法律科学概念的普遍的深化 这就是德国名法典 那么德国名法典 我们要注意 在起草德国名法典的时候 在德国内部 进行了一个持久的一个变论 这个变论就在于说 德国要起草一部名法典 这部名法典 是赵白 赵朝 罗马法 和法国名法典呢 还是说我们总结 德国的社会实践 来起草这个名法典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学派就分开了 第一种叫科学理性主义 换句话说 德国人要治这一部名法典 毫无例外就要朝罗马法 朝法国名法典 因为法律是普遍的 是理性的 所以我们学习 我们把这一个学派叫 这个凡语成中文 这个英文是派迪克斯 因为这个词实际上 也是来自于拉丁文 这个拉丁文是什么呢 就来自于我们前面说的 游士丁尼安法典里边的一部分 那么第二个就是反对 照版 照朝 罗马法和法国名法典 这一部分呢 就叫历史法学派 历史法学派呢 主着法律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经验 而不是来源于理性 那么这个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谁呢 就是我前面说的 这个人就是萨维尼 这就是在这一场辩论里边 萨维尼回过头来 取风的两种罗马法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 等于说德国名法典 在学习罗马法的时候 学的不是第一种罗马法 而学的是第二种罗马法 就是一种系统化 理性化 文本化的一个罗马法 因此呢我们会看 萨维尼对法律有一个独特的理解 就是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什么 法律不是科学 也不是理性 所以他说法律就像语言一样 是在连连不绝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它是随着一个民族的成长而成长 随着民族的消化而消化 所以那我们看 立法的任务是什么 立法的任务不外乎是找到 本民族的共同信念 与共同的认识 经过立法的形式 加以保存或者确认 换句话说 我们知道说立法干什么 可以发泄和记载这一切 但决然不能创造这一切 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 我们拿法律科学的理论 或者上面说的科学理性主义 派德克顿学派 王马法这个传统来看的话 法律就能创造一切 为什么法律是理性的可以普遍是有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知道是说 在大陆法的传统背后 是有这样一个警察在里 而这个警察什么叫 就是法律是一种理性 法律是一种科学 法律是普遍是有的 法律是可以照办照朝 来普遍是有的 好了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大陆法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如果说 这是一种欧洲在十二世纪开始 整个所有欧洲国家都开始受到了 罗马法的影响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例外 没有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就是英国 英国的普通法 那么我们看 英国的普通法 在英国的最早期的最著名的 布拉克顿这样一个大的法学家来看 他说普通法不是自然理性的产物 而是历史经验的产物 他是对英国历史经验的记载 因此普通法不是基于成文法 而是基于习惯 我们看到当他这么讲的时候 他的观点特别接近于上面说的哪一种 上面所说的历史法学派 他几乎 而他绝对反对法律是理性的 那么我们看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个问题 大家会说 在整个欧洲都处在自然理性的时代 为什么普通法能够独立存在下 只有英国有普通法 后来随着英国到了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也是普通法 那么 这就是说 为什么在罗马法复兴读读以后 整个欧洲唯有一个国没有 接受罗马法 这个问题 是西法的理论家们普遍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比如说 我们知道 德国的最著名的一个社会理论家 Mark Webber 他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太理论化 我们不来讲 但是 为什么 我们刚才说这为什么 那么我们克里奇说 之所以重要 就是普通法有个common of mind 就是普通法不是一种法律制度 而是一种思维模式 是我们思考物体的模式 那如果是什么是思考模式呢 比如说最著名的这个 Portescue 这本书 可能大家有可能知道 对吧 他里边说最重要的说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讲 如果你要问他什么叫later 什么叫reason 什么叫理性 什么叫自然的时候 他们的习惯就是 话句话说 他认为他们的习惯就是一种自然 甚至是第二自然 那么我们大家这样的话 我们都会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学 所以你们我想大家学普通法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这个康克这个大法官的这个 著作 那么康克这个大法官里边就提出来 是说普通法最重要的 它是一个reason 但是它不是一个natural reason 不是自然理性 而是一种judicial reason 司法理性 是一种artificial reason 那么这一段话呢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康克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呢 和詹姆斯一世一段对话 詹姆斯一世呢 是说我作为一个国王 我拥有natural reason 我具有自然理性 那么我也可以来审爱子 结果可可说你不可以审爱子 为什么 就是这一段最著名话 他说涉及到陛下成名的生命继承 这个动裁和不动裁的诉讼 并不是依据我们的natural reason来决定的 而是要依据什么 artificial reason 和法律的判断来决 那你看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一盲艺术 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世界 才能获得对他的认知 换句话说 我们前面看大陆法传托里边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一盲科学 法律是一种理性 这是一种普遍的理性的思维模式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大陆法的思维模式 是一种理性的科学 可是到了普遍法律 他认为法律并不是科学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art 是一样艺术一样 那么到了下面这个Hell 这个大法官 在考考之后的 那么他说得很清楚 在英国来讲的话 commonal就是我们的natural 换句话说 什么叫普遍法的思维模式 那么这次代表了commonal mind 就是他们说的普遍法的思维 那么这样我们就会看 如果我们刚才说 这属于是19世纪以前 整个欧洲大陆法思维和普遍法思维的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 我们来看美国的 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着普遍法的思维对大陆法思维的一个批判的历史 我们看18世纪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Ladder 对吧 大家如果在学这个普遍法 commonal学美国法的时候 都知道有个叫什么 case method 对吧 叫派利教学法 派利教学法就是Ladder Ladder创临 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阅长 那么在他看来 他一定要改变原来传统英国学来的普遍法 他要进行什么 把法律变成一门科学 所以他的基本观念就是 legal science和legal formula 法律形式主义 法律因为是形式主义的 所以它是一门科学 那么从19世纪 美国的法律思想开始 就是以 Ladder的这种法律形式主义 作为批判的对象 换句话说 所以我们说 Ladder的这种思维模式 接近于大陆法的思维模式 而下面呢 我们看比如说 这次Poward 对吧 大家可能对这个人比较熟悉 这次也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长 19世纪 他在我们的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党政府时期 30年代 他来过中国 保住国民党政府搞司法改革 那么他写了很多的书 他是一个法律社会学家 但是最重要的 大家注意这本书 The Spirit of Common Law 普通法的精神 什么是普通法 坏句话说 普通法的精神就在于 与时俱进 如果法律是一门科学的话 就不存在与时俱进的问题 从古道竟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他认为法律不是科学 法律要与时俱进 所以他认为法官在司法过程中 不能死板的固守法律的条文 而必须根据社会的进步和要求 来解释法律条文 所以他认为普通法是一种 司法模式和法学模式 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法法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规定 我们支持Powder的两种 那么正因为这样的 我们可以实际上 如何来看Powder的观点呢 是说Powder它是一种 法律社会学的思维 来批判Powder的这个法律科学的 之后大陆法的思维 因为Powder这种大陆法思维 就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 对法律采取一个文本主义的解释 而根本不考虑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 我们再举了两个例子 19世纪以后 美国持续的对法律科学做了批判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个Holmes 这个可能比较熟悉 如果你到美国法里边 找出来说五个最著名的Justice 可能第一个大家都知道Marshall 第二个我认为就是Holmes 对吧 那么这个人有许多著作 其中当然有他的普通法 原本有个著作叫Karmelot 普通法 他来讲什么叫普通法 在Karmelot这本著作里边 他有一句被人们反复引诱的名言 就是这句话 法律的生命 从来都不是逻辑 不是logic 不是科学 不是理性 他一直是什么 experience 是经验 当然我们说的经验 如果在英国的我们说这个经验 是类似接近谁的观点呢 接近Cock这个观点 就是artificial wisdom 但是和Cock不同的时候 Cock这个时代 他是认为经验就是法官 他个人的经验 而到了Holmes 他所说的经验 就是被社会科学提供的经验 所以在有个最著名的演讲的 Path of the Law 这个演讲里边 Holmes说 将来决定美国法律发展 不是我们今天受过法律 修裂的lawyer 而是什么人呢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和统计学家 那么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样的话是说我们看 美国的法的时候 判决里边大量的社会科学 应用到司法判决里边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最熟悉美国故事 都知道Brow 这个案子 对吧 布拉苏教育委员会案 来取消种族隔离 为什么认为 黑白种族隔离是歧视呢 它引诱的 派词下面引诱的一句是 美国的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大规模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黑白两个肤色隔离开了以后 就对黑人构成了歧视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 这是一个整个美国发展到 河姆斯之间 那么我要讲最新的一个人 就是Richard Posner 对吧 这个人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 他是什么 叫法律经济学 Legal economics的一个创始人 他写了大量的著作 在内地如果你看到的话 我们有史协伯的波斯纳网集 他目前是美国第九雄会上诉法院的justice 很有名的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书呢 是推荐的这一本书 这本书不被人管住 我建议如果在座的大家感兴趣了 你们看一下Legal theory in the United Kingdom 和这个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看英国和美国有什么区别 我们过往总认为英国和美国都是普通法 但是波斯纳在这本书里面讲 普通法在英国已经开始死亡 甚至他也认为已经死亡 为什么 因为英国的法律人的整个开始盛行的 都是法律形式主义思考 Legal economics 而不是一种法律经验的 而不是一种法律私有主义的 如果说法律是一种艺术 就像如果我们要做一幅画 我们可不会想说 它的科学的 吃醋的颜色是什么样的科学 我们想说是不是喜欢 我们对象是什么 是一个私有主义的 所以我们还注意一下 波斯纳有另外一本书 法律私有主义与民主 他就说实际上整个美国法的最大的精神 就在于私有主义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欧洲大陆法的发展 英国的普通法的发展 和美国普通法的这样一个 对大陆法思维的批判 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点历史的经验组织 第一个历史经验组织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 Ella Watson的这本书 这本书里边讲的 实际上跟我们传统的观点都不一样 它说实际上 整个欧洲大陆法系 就所谓的西国劳处理社的整个发展 实际上背离了罗马法的精神 它记者的是外旗罗马法 经典法典化的这个文文主义 而真正活生式的罗马法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真正的普通法 大家注意 在Wasser看来 真正的罗马法就是common law 不是我们说西国劳 为什么 我们看实际上 虽然没有讲Wasser的观点 实际上是谁的观点 实际上是萨维尼的观点 我们会再回过头来看萨维尼的观点 实际上按照萨维尼的说法 真正的第一种罗马法 生机勃勃的罗马法 实际上是真正的common law 而我们说的西国劳处理社 来源于后者来源于文文化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得出来的第一个节目 得出来的第一个节目 那么如果我们得出来这样一个节目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次 我们说的第一个节目来看 第二个节目 我把上面全部的最简单的 用20个多的时间 给大家成熟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历史 我可以概括为亚洲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 一种我们看作是大陆法的思维模式 一种就是common law的思维模式 那么大陆法强调的是科学主义 法律就是一门科学 而普通法里边是经验主义 可以是法官个人经验 也可以是社会科学提供的经验 第二个 大陆法认为 法律是一种理性的主义体系 所以他会注重法律条文 注重法典化 注重法律文本 而普通法认为 理性不重要 是一种生物主义的态度 我们要解决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就会说 当了法思维模式 会特别看重看重法律文本 把法律文本看作是圣经一样的 而在普通法思维模式 更看重它的经验和习惯 那么这样的话 在法律思考里边 马上就会我们指导一两个 一个叫 一个叫 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就会说 在法律解释文本的过程中 大陆法的思维会特别 特别关注于字面的含义 特别关注于逻辑推理 为什么 因为它是理性的 它是科学的 它是在字面来表达 可是在普通法里边 更多的不看重字面的理事 可能看重经济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咱们等社会科学法发 对这样的影响 所以我要说实际上 最最重要的 为什么美国的律所 能够在全球扩张 背后包含了特别深刻的 就是这一条 就是法律经济学 在全球的扩张 是因为它能够带来 最大的一个效率 这个问题呢 我们以后有机会 可以再来讨论 那么以下的话 我们就会做一件事说 在大陆法的思维模式里边 会强调法律文本的深色性 为什么 法律乃是一个普遍的证 可是在普通法的思维模式里边 可能说 法律的文本是重要 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 文本如何理解文本 要隐时俱进 时代不同 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不一样 法律说到底是我们解决 现实问题的一套工具 这是我们要注意 大陆法思维模式和普通法思维模式 这里二度思维模式 塑造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欧洲法律的历史 英国和美国法律的历史 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呢 我们说 如果我们认为 这次二度思维模式的话 我们如何来理解普通法 如何来理解基本法 这是我们下面 而许和大家一起来交流的问题 OK